看了中国副业障所做的动画 觉得这个世界上当然是充满了很多的诱惑 很多的诱惑 像这个最重要的最大的诱惑 是金钱的诱惑 另外呢 美色的诱惑 潜力地位的诱惑 还有种种的 其他很多的诱惑 那么就是让所有的人忘掉根本 忘掉根本 那么要除去这个诱惑呢 其实在《金刚经》里面 我们现在所讲的《金刚经》里面讲到的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 你根本得不到什么 那么现在拥有的也会变成过去 因为今天拥有的 今天的时光里面所有的 拥有的 到了明天 就已经变成过去了 那未来呢 都还没到 所以按照《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道理 就是说 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什么 他的真正的道理 过去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其实就是不可得 所以《金刚经》里面最重要的计划也是 无所得 以无所得 故 菩提沙斗 根本你得不到什么东西 没有人真正能够从这个沙坡世界得到什么东西 大家想一想都可以想得出来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知道 就是每个人做不到 明明知道无所得 明明知道无所得 你还是认为永远 所以《石轮金刚》 就是《石轮金刚》 就是《石间的巨轮》 缅过一切 什么叫《石轮金刚》 什么叫《石轮金刚》 时间的巨轮在旋转 免过了一切 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 全部粉碎 看了这个动画 就有这种感觉 明白 谁看不明白 这种感觉 但是 你 感谢观看